又到了30秒钟烹饪瘦的时间了 首先要准备的材料有 猪肉 肉豆蔻 酱油 味淋 花椰菜 番茄酱油 盐巴 柴鱼高汤 然后把它们一起炒一炒 然后再加条外 就可以上桌了 老师 做法完全看不懂了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每次都很难吃 让我们用屁股来写字吧 我们这家的妈妈会用她的屁股来写字哦 大家是不是猜得出来她在写什么字呢 提示 总共两个字 一种很走在海边的生物哦 是什么 你猜 橘子啊 要吃啊 有好东西哦 什么 我正在忙 事情做到一半呢 不管了 先过来 看起来好好吃哦 咖啡绿杯 怎么啦 怎么会有蛋糕呢 阿朵因为隋岛太太说 她要去电视上介绍的那家蛋糕店买蛋糕了 所以我就拜托她顺便帮我买的 你说的该不会就是超有名的蒙山克罗鲁 好吃吗 我现在就去泡好喝的咖啡 好吃的蛋糕就应该配上好喝的咖啡 满满的品尝 妈 这个盘子是什么盘子啊 什么盘子 就是一般的盘子啊 哪里一般啊 这根本是在放咖啡的咖啡盘啊 那又怎样啊 什么怎样 你怎么会这样配啊 应该把咖啡杯放在咖啡盘上端出来 然后蛋糕要用别的盘子装 什么啦 这样放的话 好吃的蛋糕看起来都不好吃了 而且气氛也都没了 我哪是你这里龟毛啊 跟你有嘴一样啊 算了算了算了 我自己去拿盘子来装啦 本来就应该这样才对嘛 什么好好吃啊 拿出这么多盘子出来 只会增加张盘子 也不想一想平常都是谁在洗的啊 就跟你说不是这个问题嘛 我只是想要好好的享受美食还有气氛啊 算了来我想去日常生活用品去 要买什么吗 阿朵我们家的咖啡绿杯都已经破掉了啦 哇好漂亮 妈你看 你看啊 看什么啦 提升餐桌上的气氛 给你